俗语有话,新界楼大件夹底食,为何? 新界土地供应始终没有市区那么紧张 发展商规划的时候都会松动一点 所以单位间隔都会设计得更加市正实用 那粉岭区有什么间隔实用的讯判呢? 今集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牵程间位于新界粉岭一鸣路 游行机发展提供2688伙住宅单位 屋院分为12座,每座楼高31层 屋院有提供颇多的特色单位 好像每座29楼连空中花园单位 和31楼连天台相连单位等等 主打是两房和三房单位 其中两房单位提供几款不同的大厅设计 好像日字厅、L型厅、左右厅等等 以配合不同用家的需要 三房单位更加是全部套房设计 屋院的会所面积超过5万尺 设施应有尽有 更加可以用夸张来形容 一位它是粉岭区最大的私人屋院会所 牵程间自设小型商场 里面有超级市场、民生店铺一应俱全 商场近年还新加入了粉岭南公共图书馆 多了些文化气息 而屋院外也设有巴士站和小巴站 走多几步去鄰近的明华村巴士站 就有齐出港九新界的巴士 去粉岭站行有盖行人通道 都是10分钟左右 交通都算方便 接着要介绍的楼盘 就是和牵程间比论的碧湖花园 碧湖花园是粉岭南第一个落城的大型私人屋院 共建有7栋楼高25至29层的住宅楼宇 提供1316个2至3房的住宅单位 单位面积由400尺至1000尺 单位的大厅不设窗台 采用大玻璃窗设计 间隔分明 实用率高达8成 是区内出名的美职王 追求实用的你不会不收货的 物业自设大型会所 设施齐备 基座建有超过占地10万尺的 救物广场 以及约200个车位 还有天桥连接牵程间 前往粉岭站都只是10分钟的路程 最后要介绍的美职屋院 就是碧湖花园对面的居屋 景盛园 景盛园95年入伙 四座物业提供2400多个单位 屋院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和谐一型设计 单位没有固定间隔 方便业主灵活运用空间 而大部分的业主都会因应自己喜好 而为单位作出间隔 由于同天城间 碧湖花园都只是一阶之隔 属于粉岭南生活圈之内 可以享用他们的商场便利 以及交通网络 如果你也是比较喜欢乘搭港铁 可以试下步行穿过百幅田森游乐场 去粉岭站 场内设施有草地球场 门球场 门跑径 健身径等等 早晚经过这么漂亮的公园 新鲜的空气 真是人都精神一点 以上三个间隔实用的楼盘 追求实用至上的你 哪一个是心仪之选呢 如果想知道更多相关屋苑的详细资料 记得联络我们美联物业啦